大家好 今天9月1號2號3號 我們來參加亞太保存牙科大會 我們看這個COMS COMS就是Conservative的意思 Conservative就是保存牙齒 保存牙齒是一個 跨颗、跨领域的部分 如果一个牙齿能够完全被保留下来 有时候它合并了很多问题 不住牙 有可能会住到神经 所以跨神经科 跨什么 不住牙的 是牙底浮行科 还有有可能住到神经 神经科 然后牙齿周围的部分 有可能会怎样 牙周病 牙齿可能咬一咬会裂掉 所以会有做假牙的 假牙科 所以牙齿在使用的时候 会遇到各个方面的问题 如何预防蛀牙 及鸭菌般的预防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几天的大会 像我昨天就听了 日本的牙周病 还有我们老师林鲍尹医师 牙周欧币理事长 还有像今天最有名的是活血治疗 那就是时下最热门的议题 请到的是意大利的学者 他这个大会 这个Cons Asia 这个大会是三年前 韩国 韩国医师 主办的 今年在台湾主办 我们很开心来参加这个大会 因为我们身为一个保留牙齿的医师 真的是八般努力 都要懂一些 不像专科医师 只要专攻他自己的领域就好了 保留牙科真的是一个跨科跨领域的部分 所以这三天的课程 我们也会学到很多 最新国内外大师 最新的知识 来了解这些牙齿 最新的一些知识 来帮助我们 在处理临床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更棒的治疗 像今天早上 活水治疗 就是 时下最热门的议题 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把助遥补起来 不要让他伤害到神经 是最好的 所以之后我们 会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讲师的部分 来做一些细节的整理 这样子 好谢谢 拜拜